欢迎继续收听 由天蓬太帅播讲的 《凶宅不露》 廖光明讲完了之后 屋里面突然之间 好像被些什么罩住一样 视线开始模糊起身 我看得出 是鬼母开始要来了 我问他要不要吃药啊 他说不用 模糊起来 毒性还不算太强 我松了一口气 立即跑到那个巴福的旁边 扯住了红线的头 这阵时 万无边际的武器 开始微慢着整个客厅 我已经看不到廖光明的身体 而在巴福前边那三炷香 露出来的烟火 竟然一条线这样 转入去巴福的嘴里面 提起身 就好像巴福活生生 噴食着这些烟火一样 而廖光明在屋里面布置的红线网 开始慢慢地 剧烈震动起来 开始还是很轻微的 到后来震动得很厉害 发出了嗡嗡声响 我手里面 拿着红线的头 能够感受到红线上传来的 剧烈震动 那三炷佛香 经过巴福吸食之后 烧得就特别快 经过一阵功夫之后 就烧得没了 这阵时 屋里面的武器 开始向着红线那边聚集 而且顺着红线 向我手的这一头 慢慢慢慢飘过来 我想起廖光明的话 立即将红线 塞在巴福的嘴里面 而那些武器 顺着红线 开始源源不断地 被巴福吸食住进去 这个场景太神奇了 我看到就目瞪口呆 简直好像电视里面 变魔术一样 我正是看得出奇 突然间 一阵呼呼呼声 我吓了一跳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是很快就反映回来了 是那只狗在那里叫 那只死人狗 刚才一直在那里睡觉 这阵时在那里吠什么呢 难道它发现了什么 廖光明突然之间 在武器当中传来了声音 小心 何巧要来了 他话音刚落 我就听到卫生间那里 传来了隆隆声 那些声好像打雷一样 一声接住一声 廖光明又说 鸡血不顺 他借着水道 就要上来了 这阵时 屋里面的鬼墓 已经被巴福吸去了一部分 视线好了不少 而谁都没有想到 原先那只财头财脑的死人狗 突然之间就串了进来 向着卫生间那里 就吠了开来 看来在关键时候 这只狗 还是发挥些少作用的 廖光明递过来 一样东西 他就说 你拿着这个 我接过来一看 原来是一瓶鸡屎白 我跟他说 我吃饱了 不用了 不用了 拿来防身 一阵间 河口过来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 那只狗咬的方向 就是河口 紧要关头 你就将这瓶鸡屎白 扑过去 哦 好 我知道了 我拿着那个抗拳水瓶 心里面紧张到极点 然后 廖光明就没有再说话了 而下水道里面 那些隆隆声 好像越来越近 那只流浪狗 越发就吠得厉害 我看到他全身的狗毛 熟了起来 这阵时我注意到 廖光明在屋里面 点起了几只白鸩 屋里面 光了不少 我看着那只流浪狗 低声地 就跟他说 喂喂喂 那 等一下呢 看你的了 你好好跟我表演一下 他一上来 你跟我咬他 没想到 那只狗不知道 是听得明白我说话 还是看得到什么了 他开始就不叫了 接着呢 发出了一声唬声 夹着尾 跑到长角落那里 躲起头了 哎呀 哎呀 你做什么呀 喂喂喂 快点回来吧 廖光明就骂了 你跟他说什么呀 你有病呀 哎呀 这只臭狗 关键的时候 爹鸡 我心里面 骂了他几句 然后这阵时 听到卫生间那里 传来了红龙声 突然之间又停止了 整间屋 静到出奇 连那只狗吠声都听不到了 我看了一眼 廖光明 发现了 他手里面 插着那只烧火鬼 廖光明 死住张网 看来他 都看不见鬼魂 但是我感觉到 何考那只女鬼 应该来到了房间 那只流浪狗 在那里 赖了尿 但是这一片死截的时候 谁都没想到 突然之间 那道房门 传来沉重的撞击声 我们本来 冲着卫生间的方向 这一声撞击 吓得我们打了个冷枕 凝转身 向着房门的方向 就看过去 我发现 那道房门 随着一声声的撞击之后 开始遥房起身 房门是反锁住的 看来 是有人想从外边那里进来 又没有带到锁匙 才会用这种方法 我惊吓地问 哥 会不会是何考 廖光明 抹了额头的汗 拧拧头就说 我常理是不会的 这只泥鬼这么空悍 这道房门 没有任何防范措施 他应该是挡不住的 不是鬼 难道是人 想到这道 我的脑一片空白 向外边叫了一声 喂 谁啊 我听到自己的声 震得很厉害 内心恐怖到极点了 门外的人 没有因为我们的喊声 而停止撞门 反而撞得更加厉害 那些年 火门不像我们现在的防盗门 也不算很坚固 被他这样撞了几下 已经开始 好像踏下来一样了 出现了这个情况 大大地出乎 无料光明的意料 他只能够拿着烧火棍 慢慢观察着 但是我看到他臉上的寒珠 好像潮水一样涌出来 我心里就不太明白了 门外边最多是个人 怎么会比鬼更可怕呢 我正在胡思乱想 就听到火门又传来了一声 激烈的撞击声 火门一声 就这样就被撞破了 就在这一阵间 外边传来了一阵怪风 将屋里的蠟烛吹到遥遥欲嘴 同时间 一个人影就出现了在房门外 由于光线昏暗 我看不到他的臉 但总是觉得 这个人是似曾相识 那个人 撞开了房门之后 一步就迈进来 发出了 一声的撕叫声 那些撕叫声 很凄厉 不止是人从喉咙发出来 我和廖光明都后退了两步 那个人入了门 屋里面的蠟烛光 刚刚照到他的臉 这样一看 才发现 他是我们曾经见过的 是河口的一爸 他是老河 这阵时 老河的臉 碰到整面是血 他目光呆滞 口里边 流着 流着长长的口水 不断发出嘶咬声 你要做什么 老河 喂喂喂 不要过来 老河搖晃着头 根本就不管我们 廖光明就叫 不理他 他被鬼上身 什么 鬼上身 怎么办 何考和我们玩了个声东激西 我以为他会从下水道过上来 无想到他上了他老爸的身 我们布置的这个困鬼局 他上了身就发挥不到作用的了 这样 那怎么办 林兵斗者 我任命把你急急如律令 何考 我知道你怨气上身 阴云不散 被人困住在你那里 但是我可以帮你解释这个狗 放你回头胎 但是如果你不配合我 别怪我不客气 老河迟了一下 老河迟了一下 突然之间就串了上来 哇 动作很快 我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老河冲到我们面前 举起一只手就想搬过来 哎呀我吓得屎尿屁碰流 眼睛看着就要捱这一夜了 好在廖光明准备充足 他拿起烧火棍 隔开老河这只手 啪一声 那只烧火棍 这么深被老河打断了 我借着这个机会 避开了这一下 拧开个盖 就将那片鸡屎白就摔过去 白色的鸡屎白 借着这样 啪一声 打在老河的面上 立即 老河的面好像被火烧一样 发出了呲呲的声 而且 露出了一轮白烟 没想到 这个这么尋常的鸡屎白 竟然起到这么大的作用 老河 呜 那一声 然后伸出手 就去抹那些鸡屎白了 我发现 老河的面上边就烧掉了一大块 已经露出了深深的白骨 我看着你剩下大半瓶的鸡屎白 咬起身 我和你拼命 慢着 稍微用 不要乱拼 老河见到我又要拼那些鸡屎 他略显迟了一下 看来他对那些鸡屎都很怕 但是见到我又停住 于是乎他叫了两声 又冲了上来 廖光明拿着那半截的烧火棒 在旁边就捅老河了 烧火棒虽然短了 但是费力也还有 老河被这支烧火棒逼得退了两步 我趁着这个机会 冲进厨房那里 想拿一件工具来帮忙 最后翻了半天 在厨柜的下面拿了一把生寿的袋子出来 我拿着这把菜刀出来的时候 发现廖光明已经被老河逼迫了长角了 死就死了 我拿着那把菜刀冲了迈去 一下子就斩在老河的肩头那里 啪一声 由于用力过猛 菜刀竟然斩在老河肩头那里 拔不出来 老河转着他身 想要伸手去拿那把菜刀了 但是他由于身体僵硬 努力了几下都拿不下来 后来他干脆 连着那把菜刀就向我扑了过来 我现在手无寸跌 不得意地在一家屋里乱串 廖光明又向着我喊 上辰 你别理我了 你快走 没想到这阵时 廖光明还这么讲義气 我宁箭身就想跑了 但是想到廖光明丢下他在这里的话 肯定就空多吉小了 于是我又打烧了这个念头 一咬牙又冲了回去 这下我们两个都被老河逼住了 我没想到 被鬼上身的人 你站着这么大 看到老河身子这么单薄 结果我和廖光明两个人都斗不过他 他时不时还张开个血盆大嘴咬过来 看起身就好像看美剧行屎酒肉那样 老河一边打着一边说 哎 叫你走你不走 这下好了 我们两个都坏在这里了 我咬咬咬咬伸出一条舌就说了 哎呀你还说那么多 你看看我 擅长水远来一趟 钱都没赚到 就今天钉盖了 老河张开着双手 我以为他要动手了 谁知看到他呢 用个鼻子不断锁 我们都注意到了 放在地中间那只巴福 原先将那些鬼墓已经吸得差不多了 被老河这样一吸 巴福嘴里边那些武器又开始向外散 廖光明就叫了 闭闭闭闭闭 永乐古前呢 快点将我嘴图住他 看上来他没有鬼墓的支持 应该拆不了多久的 我这样才反应过来 一直忙着对付老河 我竟然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任务 我摸出了自己身上的那回鼓钱 飞得那么快就撲过去 而老河见到这样 也都迫来阻止我撲过来 我来不及顾老河了 拼命地将那枚铜钱 就塞回到巴福的嘴里边 只见那个巴福的嘴 好像有股强大的吸力 我铜钱刚刚送过去而已 啪一声就合拢了 而这阵时老河的一掌也都拍过来 我没时间闪避了 盼心被他打飞了出去 整个身体撞到麦蜂墙那里 跌了落地 这一下 我觉得自己的五藏六虎 好像要蹬出来那样 整个人在地上爬不起身 老河这阵时好像瘋了一样 很快就串了个来 向着我这边就咬了 我忍着剧痛 见到避无可避 唉 眼睛一眉 心想这次就这样就玩完了 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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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不小心 明天 有道路 有道路 你不够 那 我 在这边 严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